在Space讀中医的时候 特别是闻到中药的味道 的确是有些想起 当年在读中药的时候 好像很好奇 不同的中药当然是怎样的 就去找点回来看一下 问一下 虽然我自己是骨科的西医 但是我对中医都有兴趣 其中一个原因是我父亲 是以前做过中医掌柜的 我自己小时候踢球跌倒的时候 亦都有看跌打的经验 我对中国的文学 和特别是瑜伽道家的思想 都有兴趣 尤其是天人合一 或者是一个全人的医治 其实这些概念 虽然作为西医的我 其实我都是非常同意的 当我有一个中医的基础理论之后 我就发觉 两者之间 不是有一个必然的矛盾 在临床上面都觉得 中医和西医 尤其是在我的专科 其实很有合作的空间 在当时来说 坊间主要是一些 传统的香港的中医师 有一些学会 他们也有搞课程 但是如果正式是 以大学办的 有系统的中医课程 当时据我所知 只是基础 所以我最初选择的 就是中医的基础理论 然后就学一些中医的 基本的科目 我一边读的时候 一边就在想 如何在一个主流的西医系统 医管局里面 能够将中医医的服务可以引进 这个概念就是我们说的 以病人为中心 始终 进修或者中心学习 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我毕业到现在 我相信我们 只是说医学方面的知识 和技术 新的发展 都不知道多了几百倍 在Space读中医 虽然只是读了六科 我觉得它对我跟着 无论在我专业的行医 以及在我管理上 在医管局的工作 或者现在在政府里面 负责 香港医疗卫生的政策 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 自己其他领域的兴趣 包括有天文 或者官僚这类 其实都跟我本业的学科 其实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但我觉得做一个人来说 除了自己的本业和职业之外 其实都应该有一个全人的发展 他们的所谓 也是哪些 像是在我上面